你好 李先生是吧 你好 这好都是国安局专影支队 你好 那不是给您打个电话 你说四点半以后给您打了 是吧 对 您这个提的意见 我仔细看了一下 您是想具体想表达 就是说需要什么 进 我以为我的意思很明确 进四轮轿轿车 对 进四轮轿车 对 就是路上这些车都是四轮 对 你的意思把这些车都禁掉 对 对 这个有什么可笑的吗 没有 我的理由 我不知道12123有没有转 转达给你 理由这里 转到我们这里没有写理由 要不您讲一下 没有写吗 我跟他打了那么久的电话 他们就给你一句话 就说您就是希望交警部门 拙群考虑禁止任何种类的四轮小轿车 在杭州市道路行驶 称这里 已经有多次造成交通事故 对 对 这个嘛 就这个 对 主要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交通事故 所以去 那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交通事故是重大的 这种财产跟生命的损失的这种重大案件 那光一个交通事故 一个小碰擦 那不至于 对吧 但是就光我们就说光今年全国已经有多少起了 对吧 昨天是杭州上城区就在我家两个路口 离我家两个路口 一个小轿车 对吧 这个事情我相信你们系统内部也知道 对吧 然后前天 大前天 11号 珠海的这个事情 你们肯定也有听说吧 35个人死亡 43个人受伤 那这 这还是官方数字 当然我也不阴谋论 我就认这个官方数字 那这么大的 那还不说 那两个月前吧 湖南诸州 这个电动小轿车 它因为操作不当 开始逆行 这个事情你有听说过吗 就在那个桥上 那个桥上 对 它横扫了无数的这个 也不是无数 就是横扫了很多的电动自行车跟摩托车 也是应该是五死还是八死 对吧 然后包括上海也是 那这种重大事件 重大的这种交通事故 伤亡事故频出 咱们交稳部门不做点什么吗 我们一直都在做 我们像一些 那你们为什么不禁掉呢 我的提议就是把它禁掉啊 关键是 我们做政策也要有法可疑啊 这法律 怎么没有法可疑呢 那到家法 你觉得哪一条啊 就是道家法三十三十九条啊 三十九条那个也不是这么用的呀 那个那个怎么用呢 他说 那个不就是奏权给你们可以禁止机动车 非机动车的行人吗 他也不是说 没有任何理由情况下都可以永远禁止 是吧 但是您声音有点小 我的意思是 道家法三十九条 它是有特定的情况下 我们才有权利 比如说一些 不好意思 您声音有点小 跟刚才不太一样 喂 听到吗 现在好了 我的意思是 道家法三十九条 它是赋予我们交管部门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才能采取一些 临时性的一些管风措施 比如说什么特定情况 比如说演唱一些大型活动 第三十九条里面写来大型活动 一些重大的一些安保任务 一些活动的时候 可以采取一些 临时性的措施 是吧 不可能长期永远 就是无缘无条件给他禁掉 是吧 您说这个话 隔离性 对 您说这个话 就很有意思了 那我问您个问题 就是四轮轿轿车 发生这么大的 这种重大事故 而且全国 它不是某个城市 某个区域 对吧 它全国性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频发了 我这里有整理 我就不应该给您听了 就是从 我这里整理了 从今天四月份 到11月11号 到珠海的这个事情 里面 我粗略数一下 有十三四个 然后都是什么 八个人 两个人 五个人 然后包括那个 景德镇一家三口 然后包括湖南五一广场 三个重伤 五死 大概十三四个 那乘一乘 大概可能六七十个人 小一百号人 加上珠海那个 就不止一百号人 也就是说 这种车辆 它在全国范围内 频发这种重大伤亡事故 造成很多的 我们可以说很多吧 这个词 我觉得用在这儿 不过分 对吧 造成很多人们的 这个生命 跟财产的损失 然后您跟我说 39条不是这么用 那我想问您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其他的机动车 其他类型机动车 如果发生 比这个小的 多的伤亡事故的时候 又能够被禁掉呢 这个逻辑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法治 是不是要讲公平跟统一 对吧 如果说A不好 B也不好 那如果他们犯的错误 是一样的 那他们是不是应该 受到同样的惩罚 这个基本逻辑 我相信是每个民众 朴素认知吧 对不对 那么四轮机动车 它造成这么大的 这种交通事故 而我们的交通部门 不去甚至你都不用说 你现在就禁了 这我也知道不可能 但是甚至说 你们都没有开始 着手去思考 要不要去禁 而与此同时 甚至早很多 其他类型机动车 造成了伤亡事故 小很多很多 比如说摩托车 我这么说 摩托车如果 也没有人会傻到 想让摩托车 去报复社会吧 因为他都知道 摩托车平衡性不好 我顶多撞一两个人 我就我就倒下了 对不对 对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主要还是 就是觉得摩托车 静摩不合适了 不是 你没有明白我逻辑 我要求的是 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就是 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你得平等对待 对吗 那你告诉我 这么 A犯了这么大的错 A是小轿车 而他可以没有任何惩罚 这个群体没有任何惩罚 而B 他不可能犯这么大的错 也从来不可能 有过犯这么大的错 我摩托车 再怎么起 我也杀不了35个人 对不对 而他这个群体被禁掉了 你们的逻辑是什么 2 2 2 5 5 7 9